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先问一下洪医师 我刚刚讲天气一热凉拌菜最受欢迎 其实在台湾卖场传统市场 很多小店都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凉拌菜或者沙拉 那料理的过程当中 很多凉拌菜甚至还并不一定高温烹调 那观众朋友不管是自己料理或者是采买的 要特别注意整个料理过程的卫生跟保全的安全 没错 我们每次都说一些免疫比较差的老人 小孩不要吃太生冷的食物 那为什么生冷的跟热的差别在哪 我们加热本身就是一个杀菌的过程 我们不管什么样的食物冰在冰箱里面 它只是抑制细菌生长 但是还是有放越久细菌就是越多 那进我们嘴巴之前如果加热就会把细菌杀热 可是凉拌菜不会加热 没有加热这个过程 所以卫生就要特别小心 那凉拌菜我们常说 它应该有一些高盐高糖的一些腌制 让那个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但是还是会滋生的 我就举一个案例 有一个糖尿病腎病病 它每三个月回我们诊 它这次回诊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的肾功能衰退的很严重 那他就说宏医师我知道这次肾功能抽出来一定很难看 那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一个礼拜挂急诊 那个急性肠胃炎 而且还蛮严重的 上吐下泻了三天 那我问他怎么一回事 他说他其实一到夏天 他食欲不是很好 那他太太准备了四五道的料理 那他只把那个其中两道是那个凉拌的料理 他就吃那凉拌的料理 他太太发现他喜欢吃凉拌 就做了什么凉拌竹笋啊凉拌的小黄瓜等等 那个很多凉拌黑木耳 那给他冰冰箱 就吃不完就冰冰箱 那那一天是礼拜天 他太太不在 那他以前他想会去 想要出去外面吃 可是他觉得那天太热 他想一想就把他们吃过了 没吃完的那个凉拌小黄瓜 放在那个冰箱 那他想说反正我就吃 中午就吃这样吃就好了 吃他就吃进去 他就觉得酸酸的 可是他觉得那个会不会是因为醋啊 或者什么他本来就是酸酸的凉拌的口味 所以他不宜有他 可是吃到小到晚上 他就觉得开始有点恶心想吐 那他开始冒冷 他非常不舒服 只要糖尿病一旦感染 那个血糖会飙高会非常难过 那后来就晚上受不了去挂急诊 果然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性的肠胃炎 那后来打点滴啊打抗生素 在那边急诊室待了三天才会这样 那但这个就影响到他的胜空 但他一直很无法理解说 洪医师不是说那个我们很多的那些什么 腌制的那些小黄瓜可以放很久啊 他的朋友都说一个礼拜以上都没问题 为什么他也放冰箱 为什么他就急性肠胃炎 我说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他吃过了 吃过你知道那个在 他已经放在室温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细菌 然后他嘴巴是有细菌的 他也沾染了 那你再把他放到冰箱里面去 那又经过了三 他在吃的时候已经经过三天了 三天你要吃 你又没有加热 那个细菌就是浓度就是在那边 你刚好你又是糖尿病肾衰竭的病人 你的免疫力又差 当然就会一个急性肠胃炎 所以这个生冷食物没有加热的 尤其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建议当然是 你如果说是这种慢性病 我建议就当场吃完就好了 不要再冰冰箱 凉拌料理要怎么样才可以健康美味又安心 第一个你买回来的食材 就放在冰箱保存新鲜 然后那个菜刀跟砧板 其实熟食跟生食最好是分开来 那另外就是那些锅具也要充分的消毒 要热水烫过 就是他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就尽量保持无菌 就是要保持无菌 那另外食材洗净后 用一些食用水给他冲洗 然后室温两小时就要食用完毕 那食材只要看到一个不大对 比如有些什么酸酸的发霉 什么全部都丢掉 不要省小钱到最后牺牲了健康 反而要花大钱 洪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夏天很容易食欲不振 那确实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可是如果很长期的胃口 都这个下降有问题 要小心有疾病 对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夏天大家会食欲不振 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体表要散热 我们的血液都跑到我们的体表去了 我们消化道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差 所以消化的确会比较差一些些 所以一些热带东南亚国家 都会用一些什么酸的辣的 冰的去刺激你的食欲 但是你如果你说说 我先不能把夏天食欲不振 全部归类于夏天 会不会有疾病的因素 我就碰到一个55岁的男性上班族 但他大概过去一年 经常很容易腰酸背痛 然后下肢水肿 然后他太太叫他去看病 他就是鸵鸟心态都是不会 他最近就是食欲不振 他太太煮了一整桌的料理 他就是只吃了几口 就是怎么样都吃不下 而且不是一两天 一直食欲不振 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 热太热了我吃不下 他觉得他会不会有些热道 所以他去找传统的民俗治疗 做刮沙什么 他太太叫他去看病 他不会跟那个刮沙事物一看 他就觉得不对劲 这不是那种热道 他叫他一定要来看医师 他听那个刮沙事物的话 所以来看我门诊 那一进来门诊 我就觉得不怎么妙 因为一进来我就闻到一股 那个尿毒的味道 我只要一闻到那个尿毒味道 那都是很 尿毒已经很高了 那我当天当然就叫他去抽个血 果然他已经到慢性肾衰竭第五期 而且的尿毒症 心脏也有点积水 就整个都跑出来了 我那一天没有办法让他回去 我只是直接转到急诊 就直接当天就洗肾 把那个尿毒洗掉 洗完之后整个就回复了 所以很多我们肾衰竭第一名 最后的原因都吃不下 更严重一点会呕吐 那我想说除了我们肾衰竭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会造成吃不下 可以对了 最常见当然是感冒 我们之前不是新冠肺炎 什么胃嗅觉上司 你就根本都不想吃东西 流感啊泌尿道 反正感染类也都会 还有一些代谢性的 新陈代理像甲状腺 肾上腺这些都会 心衰竭 我有一个病人只要一吃不下饭 他就心脏衰竭 心衰竭也会造成那个 那还有肝脏的疾病 胃食道逆流 还有癌症 我们最怕吃不下 一直销售下去 这个真的要小心 有时候就是癌症 当然也可能 唯一可以值得恭喜的 就是怀孕了 吃不下 这个是早期的 最后可能食欲也会大增 这个给大家分享 炎炎夏日 我们讲说除了我们水喝不够 也怕喝不对的水 什么叫喝不对的水 就是说台湾真的是首摇影 世界第一名的 这叫台湾之光 我记得我最近去了一趟西班牙 巴塞隆纳 也到处都在卖珍珠奶茶 上面都挂一个台湾 我真的第一次感到佩服 这是台湾之光 那但是有没有想到 它会影响 我突然想到我们肾脏病年会的 一个报告统计 2000年到2021年 这20年来 以前我们新的洗肾 大概34.4%是糖尿病 现在已经到2021年 已经将近47点多 会变成糖尿病 造成洗肾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首摇影 真的是脱不了关系 年轻人不大喝水 都喜欢喝首摇影 那会有什么问题 就讲一个年轻的一个 糖尿病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40几岁的一个 慢性肾衰竭 他只有糖尿病 然后轻微肾衰竭 可是他每次 我发现他一到夏天 他的血糖就会飙高 那我就问他怎么 因为他实在太喜欢吃饮料 他从年轻就吃首摇影 那他自己的概念是 只要我不加糖 或说少糖就 少糖少冰就OK 我说不行 他都喝那个珍珠奶茶 光是珍珠奶茶 那个珍珠就会让他的血糖飙高 那这一次他回诊 他的肾衰童又掉了很多 那我就问他怎么一回事 他说他差一点没命 他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说怎么一回事 他说他那一天 那个夏天喝不下 他很口渴 他们家附近有在卖那个清早茶 清早茶大家讲说 夏天降火气 他买了一罐又一罐冰在冰箱 他那天很口渴 喝了一罐 哇好凉 然后就可是很奇怪 他喝完半小时更口渴 就喝第二罐 就喝第三罐 他转眼间把那几罐都喝光光 可是开始就出现视力模糊冒汗 开始越来越喘 越来越喘 送到医院 哇医院那个医师吓坏 因为他的血糖测不到之外 他呈现一种叫做高血糖 高渗透压的一个状态 这一类的 我们要收家务病房 因为他会严重的脱水 因为他开始就一直上厕所 一直上厕所 然后造成一个血压 开始往下掉 电解值异常 这比较严重就会昏迷 那这个就是因为那个 那他的那个青草茶 他还是有加糖 所以他的糖进去越多 他就要越口渴 要喝多 越多水把它排掉 他就一直脱水一直脱水 所以这个但后来 但收住院才抢回一条命 所以我们讲说 夏天我跟他讲说 还是喝什么 白开水 那白开水到底要喝多少的话 根据那个最少体重的30%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 60公斤就喝到1800 但是你如果是比较容易流汗的 会拉肚子要喝更多 那如果有去运动外出 每30分钟就再增加250cc 那我们喝饮料 如果说你喝什么 我可不可以喝茶喝咖啡 算不算水 算 但是你要看你会不会脱水 如果你是一喝到茶跟咖啡 就会脱水的 你会更口渴 你要再补回来 就刚刚讲的那个含糖饮料 更脱水 就要补更多的水 那另外一个叫 有哪些疾病要控制饮水量 新衰竭的 或者我们腎脏衰竭 已经在水肿的 那也要限制 那另外就是那个 不要喝放太久的水 也是会产生细菌的 那我们建议说 喝温开水 温暖开水 不要喝太冰的开水 不要喝到受污染的 变质的开水 这个再给大家参考